清朝康熙在位期间,最激烈的皇储之争莫过于九子夺嫡,其中雍正渔翁得利继承皇位,实在是出人意料,此事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。 所以,雍正的上位绝非一世,他的竞争者都一群优秀的兄弟,如二阿哥、八阿哥、十四阿哥等人,实在令人佩服。 动见历史人物,品息世间百态,欢迎订阅一关历史。 雍正当上皇帝非常艰难,能力和心机缺一不可,但是他的儿子乾隆,做皇帝就相对简单,算上乾隆自己一共十个兄弟,有六个未成年就已经夭折。 四个里面挑一个,那就是25%的概率,再加上自己又深得父亲喜欢,一切都变得更加容易。 一般情况来看,兄弟会为皇位争得头破血流,乾隆也早已做好准备。 然而,令人意外的一件事情出现,自己的一个兄弟默默退出皇位之争,一辈子装疯卖傻。 这样是后来乾隆登基后,最宠爱这位弟弟的原因,给的赏赐特别多,让他比别的王爷更有钱,对他百般纵容,当朝殴打重臣,依旧无罪。 这个皇子,就是爱新觉罗、红昼、雍正的第五子、乾隆的弟弟。 22岁时,被封为和硕安亲王,与红历办理苗疆事务,当时,雍正帝已经立红历为太子,又对年少的红历为以重任,目的自然不言而喻,就是想让他辅佐皇兄,共同治理国家。 雍正去世后,乾隆正式登基,第一时间将雍正帝的旧府和财物赐给红昼,让他管理内务府、御书处等事务,对他非常好。 红昼也仗着乾隆皇帝的纵容,傲慢无礼,肆无忌惮,做出了不少荒唐的事情。 在一次早朝上,红昼与军机大臣,封为一等宫的那亲发生争吵,一气之下直接动手。 当着皇帝和百官的面,殴打那亲,实在是蛮横无礼,而作为一国之君的乾隆,坐在龙椅上,冷眼旁观整件事,就没有命令驻守,事后也没有处置红昼。 可见对这个弟弟非常纵容,文武百官看到此情况,全都心神领会,从此没人敢惹这位王爷。 行事蛮横也就算了,红昼的所作所为,可以用荒唐来形容,比如,他有一个爱好,那就是办丧事。 他曾大大咧咧说道,人要面对现实,百年之后就是一堆黄土,没有什么可怕的,因此,他请人过来为自己办丧事。 亲自指挥丧礼的仪式,一个人坐在院子的中间,让府中的家人为他哭丧,自己就在一边看着以此为乐,还让人制作名气,像顶等丧事的物品,一一摆在自己的床前玩耍,简直是太荒唐了。 最严重的是,红昼不仅形式荒唐,对乾隆皇帝在语言上也是大不尽。 乾隆曾经在乾清宫考核八旗子弟,到了午膳时间时,他请求皇帝退朝用餐,后者并没有批准,结果他来了一句,皇上不肯用膳,是以为我花钱给了这些世子,托他们办事的吗? 乾隆听后,脸上不悦,但却没有任何表示。 第二天后,红昼进宫请罪,乾隆依旧没有怪罪于他,对待他像从前一样好,经常对他赏赐财物,有什么好的差事,一定安排他。 因此,红昼和其他兄弟都是王爷,却比他们富裕多了,可见乾隆对他非常宠爱,这在皇室兄弟之间非常罕见。 有人说,红昼的荒唐表现是装出来的,暗示乾隆他对皇位没想法,只想好好过这一生,但不管怎么说,他的荒诞形势确实起到了效果,保全自己子孙后代,金钱财富享用不尽,这种人生态度,也许就是大智若鱼,大巧若捉吧。 那么在历史上,红昼最后是怎么死的呢? 据记载说,当时红昼病了,然后乾隆特意去他府上探病,但之后没几天,红昼就死了,然而并没有发现有记载红昼犯事而被赐死的事情。 而且,为了争夺皇位兄弟相残事大计,清太祖努尔哈赤曾立下规矩,四军不可杀兄弟。 所以,乾隆对于本来就对自己的皇位没有威胁的兄弟,怎么可以有赐死之举呢? 所以,赐死之说荒唐至极。 另外句记载,三十年,空,与世,子永毕,习,按规定,如果是被赐死的,那么一定先夺其爵位。 其子不可能是习他的职位。 所以,红昼是自然死亡,而非赐死的。 所以,糊涂王爷红昼看似糊涂,实则却是十足时的大聪明,是典型的大智若鱼。 话说当年,雍正为了争夺地位都做什么了? 雍正当年,不解党,不营私,还自己种地,天天拜佛看书,而且为了不接刑部的事情,还故意把自己整病。 目的就是为了让康熙放心,对皇位,我不争不抢啊。 所以,雍正潜在意思就是,怎么滴,你也想玩老子当年那一套呀。 但红昼一听,心想,你这是怀疑我呀,于是赶紧说,儿臣百无一用之身。 就算在修上十辈子,也忘不上皇阿玛的象背呀,意思说得也很明白,爹是爹,儿臣,你比我厉害多了,我是万万没有那个想法的。 不过,雍正还是不死心,他紧接着又砸出一个大坑说,你也犯不着如此自意,其实啊,在你们兄弟三人当中,也只有你真正有点像朕。 朕在你这个年龄,也和你一样,潜心佛法,从来都不愿意卷到争斗当中去,后来是你皇爷爷一片苦心,硬是要将祖宗的江山交给朕。 朕这才勉为其难啊,意思就是,你别说你不行,你也别说自己不想当皇帝。 那当年我也不愿意呀,是你爷爷非要给,我没有选择呀,所以,你要是要你就说出来,再者,你不想要,我要非要给呢,你到底接不接,我的乖乖,这生在皇宫,没有八百的新眼子,都活不到天亮,果然话里都是藏真的呀。 但红宙不是傻子,他立马回话说,皇阿玛这样说,儿臣就更羞愧无地了,皇阿玛就像天上的太阳,虽无意与人争辉,但光芒自然普照万物,儿臣本是迎虫之光,拿什么去争啊,意思就是,爹,你老放心吧,我有自知之明,这个皇帝我不要。 但即便知道了儿子的心意,雍正依然没有停止他的挖坑行动,他挠了挠头,然后拿起一个奏折说,月中旗今天报来的奏折,说是有个叫曾静的湖南人,派他的弟子到月中旗那儿策返,给朕列了十大罪名,把朕说成是古往今来最大的暴君,最大的昏君。 你看看吧,雍正的意思有两个,第一,我搞得这心正,你是啥个态度,第二,有人骂我,你是啥个态度。 红咒一听,我去,这坑更大啊,但红咒最大的精明,就是装糊涂,于是,他连折子也不看,立马就说,这些狂犬废日的风话,而臣不屑一看,请皇阿玛也不要理睬。 他什么意思呢,正如歌里唱的那句,我可以假装看不见,我就不用为此心烦,你要问我态度,那我没看见,我说什么说。 最后,雍正也只好说,你不看也好,不过,有句话说得好,最深的坑永远在下一个。 在红咒以为今天的坑,自己都成功躲过去了的时候,这时,雍正却亲切地把他拉到了自己身边坐下,然后又轻声地问道, 你给朕说实话,上次,朕叫你和红石去接几个旗主王爷,你是怎么误传圣旨的,其实雍正就是想证明一点。 八爷,八爷他们这么想置我于死地,我的好儿子到底是哪一个又是怎么背叛我的? 但是,雍正并没有等来他要的答案,因为红咒一低头,悠悠地说道,回皇阿玛,八叔问儿臣,皇阿玛有没有叫几个旗主王爷参与整顿旗营兵物的旨意? 儿臣回答说,有这个旨意,没想到。然而雍正不甘心,自己啥也没出来,于是又套话说,当时红石是怎么说的。 不过,红咒又一次把揣着明白装糊涂演绎的淋漓尽致,他说,儿臣记不清三哥说过什么话了,好像没说什么。 事到如今,雍正只好不再追问下去了,因为他也知道,再问就是,他太肤浅了,于是连忙说,好吧,你不愿意说就算了。 其实,在八王玉正事件之前,雍正生病了,红石说要替皇阿玛分担一些,并主动揽了要和八爷一起整顿旗物的事情,可红咒说的确实,而臣记没有三哥的这份心思,也没有四哥的办事能力,就是身子骨还结实,指望能把皇阿玛的病一刀尘身上,也算是为皇阿玛分忧了。 你听听,这孩子从始至终就摆正了自己的位置,在夺迪这件事上,他早就看得明明白白的。